开车上路都知道左转要转大弯 右转要转小弯 但是很多新手朋友开车上路 却不知道左转转大弯的标准 右转转小弯的标准 像车哥这样的左转弯 就是转小弯 大也叫做偷盗行为 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就算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也很容易吓对方一跳 那么在红绿灯路口转弯时 很多朋友 咱们的这个车头 才越过了咱们的这个停止线 就着急忙方的打方向盘 就算打得不大 打得很小 但是咱们转过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幅度过小 很容易撞到对面的车 或者是咱们的对向车道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弯度转小了 那么我们开车上路 左转转大弯的标准 一定是把我们的车尽量往前开 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 对向车道的中心线做参考线 引擎盖盖住了这条线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个就是咱们的转大弯的标准 不偷到才能避免刮塞 那么如果是有盲气的路口 那么我们也是要把我们的车 尽量的往前开 要让我们的坐死围 看出气 能看到对向车道的完整路况 能看清是否有来车以后 我们才转弯 这样才是转大弯 避免了我们的偷套行为 只要能看清对向车以后 我们再转弯 这样都能有效的避免我们的交通事故 那么右转转小弯也是有标准的 很多朋友转弯的时候 怕刮塞到右侧的这一个障碍窝 是不是都是把车辆尽量的往前开 把车转过来的时候 尤其是在红绿灯路口 转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在快车道了 如果你转过来是在快车道 那么我们就不满足右转转小弯的标准 那么我们在红绿灯路口的转小弯 我们应该是把车往前开的时候 只要是越过了咱们的停止线 我们就可以稍稍的打我们的方向盘 做到随走随打 转过来以后 我们的车尽量贴着右侧 而且转过来以后 我们的车是在慢车道 这样才能满足右转转小弯 同时能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那如果是盲期比较大的路口 我们需要右转 做到小转弯 一定要把车一定要往前开 如果到前面有道路中心线 紧急盖盖住 以前我们要打轮 不能转过去 让我们的车手脚或者是车车 压到咱们的时间 只要压到的话 都不足以在车转的方向 都是执转的大弯 那么发生交通事故